中国武汉肺炎疫情蔓延 北京上海宣布封城 有消息传出习近平已经早就不在中南海办公 再加上中共武警军队也纷纷沦陷 疫情恐怕相当严重 而针对美国宣布将拨款1亿美元物资援助中国 但前提是美国必须派驻专业人员考察 专家分析这让中方相当为难 担心外国人进去会了解疫情的真相 这也是中共担心的 所以我觉得中美关系 其实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 川普继续他过去的模式 每一次他称赞习近平 讲习近平好的时候 通常也是贸易战即将升温的时候 或者加重力道的时候 你去注意回顾一下 包括香港问题的时候他也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对他表面上的那个称赞习近平 这个误导 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则是分析 现在美国人员要进入中国 需要习近平的同意 针对川普日前大战中国防疫专业 其实是依循美中贸易要升温 或是加重力道前所做出的回应 新唐亚特电视唐结安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